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数在这五天交易日不见了115.63点 外资今天继续卖票 净卖了2亿8386万年级 反而本地机构买进2亿6132万年级 散户则买进2254万年级 接下来企业BlackOne单元 今天一开始有风龙的消息 郭令燦旗下的风龙银行证实发行附加股 已筹集最多31令吉强化资金 全天重挫38仙报12令吉80仙 持有风龙银行超过60%股权的风龙金融跌得更重 下跌62仙报14令吉30仙 据了解风龙金融也发行附加股 接着有核顺的新闻 核顺和劳斯莱斯签署协议 以制造和组装航空产品 同时也在物色在东南亚设立供应链的潜在伙伴 根据协议 核顺将负责建造可以生产1000台 劳斯莱斯引擎产能的工厂 而对方将给予技术的支援 有关协议的期限 从今年8月12号到2040年12月31号届满 另外有延长5年的选择权 最后有缺巢的财报 缺巢的销售成本获得改善 以及税务稍微偏低 截至今年6月30号为止 第二季的净利增加了4.57% 至1亿2393万3千令吉 第二季的营业额大约11亿4290万1千令吉 按年下滑了10.01% 缺巢建议派发每股65仙的股息 感谢您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